卡尔·安东尼·唐斯选秀前体侧身高为6尺11寸 211公分 体重112公斤 臂展为74寸220公分 拥有36.5英寸的垂直弹跳 唐斯1995年出生于新泽西州 父亲是一名高中篮球教练 唐斯从5岁就开始打篮球 而到他10岁时已经有了191公分的身高 唐斯中学时就读于当地的圣约斯福高中 高一到高二赛季 他两次率队问鼎州冠军 还在一场比赛中砍下了 16分17篮板11封盖11助攻的惊人四双数据 到了唐斯的高三赛季 他已经成为全国最炙手可热的高中生球员 场军可以得到20.9分 13.4篮板6.2封盖 再次率队拿到了主冠军 更可怕的是 他在这个赛季又拿到了一次四双的数据 20分14篮板12封盖10助攻 这样的表现也让他在ESPN上 占据2015届三甲的位置 当时的唐斯不仅体能强悍 在学业上也非常优异 GPA成绩高达3.96分 这也让他决定提前吸完学分 跳级到2013届 并承诺会加盟肯塔基大学 跳级后的唐斯 依然可以排在2014届全美第九 唐斯在名帅 江凯利派瑞手下打球的大一赛季 场均出场21分钟 可以砍到10.3分 6.7篮板 原本在选秀预测上 一直落后于杜克大学的奥卡佛 但在一个强势的疯狂三月之后 唐斯成功反超 在大多数选秀预测网站上 都被放在了状元秀的位置 选秀网站此时为唐斯的体型打10分 投篮潜力和篮板打9分 运动能力 防守、对抗和领导力为8分 速度和极战力则为7分 网站认为他的体型和技巧属于NBA级别 拱手两端都可以统治比赛 同时 唐斯还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努力的球员 弱点方面 作为一个中锋 唐斯的内线技术不够好 而且相比起打内线 他更愿意在中远距离跳投 在2015年的选秀大会上 选为了状元 NBA生涯的第一个赛季 就全情出战82场 场均拿到18.3分 10.5篮板 赛季后成功当选最佳新秀 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里 唐斯的数据逐年递增 在同届新秀中名列前茅 还入选过两次全明星 但是球队的战绩却一直没有起色 逐渐的 唐斯的防守 打球态度和领导能力 也开始受到了质疑 还被冠上了数据刷子的头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